各位同學,我們已經學習過對偶、排比 他們的好處是整齊或一,有均衡的美感 但如果過於追求整齊,會有什麼缺點呢? 缺點就是容易留於單調和佛美 為了補救這個毛病,就要用錯綜 大家先看看以下這些例子 大家可不可以指出以上各個例子之中 作者如何在整齊之中求變化呢? 在第一,缺和得的意義相同 如果改為小則獲一,大則獲成 文句就更加整齊,但作者為了錯綜變化,故意用不同的詞語 第二句,本來可以寫成結構對稱的句子 吉日是良神,即是以吉日和良神相對,但作者故意寫作神良 所使用,避開這句對稱的寫法 第三句,本來可以供應規定的功整與對 Crus 作句,成為孵疾風則波輕,謀木而了襲, 但作者故意寫成木謀,避開對偶。 第四句,作者前後兩次提到青菜豆腐, 第二次故意將詞語改成豆腐青菜,既有變化,又灰霞有趣。 第五句,這兩個複句本來可以寫成整齊的對偶句,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並生之於水,而寒於水。 但作者故意將下句寫成水為之,造成參差變化的效果。 大家試下根據以上的討論,概括出錯綜的意思。 錯綜是故意令到上下文詞語不同,句子不齊的修詞手法。 運用錯綜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是可以令到文句避免單調外版, 產生活潑多變的藝術效果。 現在考考大家了,試下講出以下各句如何運用錯綜。 第一句,前年和往年同意,作者流為改變,不至於外版。 第二,哪低詞的一隻,寫作一隻停得低詞。 而與上文相對稱,作者故意改變句式,產生變化的效果。 第三,上文最後一句可以寫成將來也是的。 作者加入了我敢說,句子有所變化,也有加強語氣的作用。 練習。 練習。 使用詞詞詞書。 受詞詞詞曲新詞曲,譬如說去詞。 第一,三位親吾,是有少許可笑語氣的作用。 請示詞曲,譬如說藝術效果。